大家好,歡迎收看本期的生活調查團,我是嘉嘉 前幾天就收到了來自惠州的黃先生的內訊 他就說他老婆再都不讓他吃零食了 他老婆就說吃零食是非常之不健康的 而這個時候黃先生就博他老婆說 我平時吃的都是一些非油炸的食品 應該沒那麼不健康 他老婆又說回一句話 這個時候黃先生就怎麼都不相信 到底他老婆跟他說了些什麼呢? 我們馬上去看看吧 黃先生真的很喜歡吃零食 不過他為了自己身體健康 只是過下好人都會買一些非油炸的食品來吃 但是如今他的老婆警員跟他說 非油炸的甚至乎比油炸的油量還要多很多 這個說法又是否真的呢?不用心急 馬上為大家調查清楚 前部幾年在微信朋友圈裡面的一篇 非油炸食品比油炸食品含有更高的文章 引起了大家的關注 文章裡面提到 某些品牌一直以非油炸薯片的形象 出現在消費者的眼裡 不添加非油炸是這一款品牌一貫的廣告出口 其實這些非油炸食品比油炸食品的含有量更加多 更加不健康 那這些說法是否正確呢? 我們繼續進行調查 我們現在來到一間超市 待會我們會進行暗訪 看看現在市面上有什麼非油炸食品在賣 還有看看這個非油炸食品和油炸食品分別的銷量如何 超市裡面的貨品琳琳滿目 但也很容易找出非油炸食品 他們在包裝上都有明顯標誌著非油炸的字樣 經過調研市面上主要的非油炸食品有 薯片、方便麵、彭花類的食品 價格亦相對比較高 我想問一下這些非油炸食品和油炸食品的消量對比 哪一種要好一點呢? 我們這裡買得比較多的就是這幾天 非油炸食品 那為什麼呢? 因為這個非油炸食品比較健康 而且口感又不錯 所以也買一些 那你有沒有聽過 非油炸食品比油炸食品的銷量量更多 非油炸食品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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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可能 沒有聽過 從市場調研來看 非油炸食品的銷量較高 原因是消費者覺得會比較健康 而且口感上也會比較厚一點 我們從超市買回來相同口味的非油炸和油炸薯片 各一包 分別將油炸薯片放入二號袋 非油炸薯片分入一號袋 接約你我們跟著調查團 看看街坊有什麼看法 現在我手上拿著兩包薯片 一包是非油炸的 而一包是油炸的 待會我們會拿給街坊朋友進行試吃 看看他們可不可以吃得出哪一包打哪一包 我們馬上出發了 你有沒有聽說過非油炸食品 廣告好像有 非油炸 油炸到非油炸 不油炸 非油炸食品和油炸食品有什麼不同 你覺得 非油炸食品不用油 我現在手上拿著兩包薯片 一包是非油炸的 一包是油炸的 你可不可以分辨哪一包打哪一包 這個應該是油炸的 這個呢 這個 可能也是油炸的 這個是油的 這個不油的 這個應該是油炸的 這個 這個是油炸 這個 這個 通過外觀觀察和試食 街坊大部分找不出非油炸薯片 那街坊們認不認可 非油炸比油炸食品 含油量更高的這個說法 現在見我身邊的兩位同事 分別對於非油炸食品和油炸食品 都有自己個人見解 好像聰聰 他覺得油炸食品的含油量應該會比較高 而泛泛就覺得非油炸食品的含油量會比較高 我覺得網上說的不一定對吧 因為我之前就看到過一個實驗 很簡單 他就可以檢測出這個油炸食品 那個非油炸的油量更多 自己就可以做嗎 對啊 怎麼做 只需要塞的道具就行啊 有這個吸油脂 然後油炸食品 和非油炸食品 我就可以檢測出來他們的哪個油量更高 那我們都知道這個吸油脂呢 是專門吸油脂的嘛 那我現在就用這個細油整來吸一下這個油炸 一片看看它的油有多少 比平常我摸摸头的油还好 啊你看 整个都湿透了 对那我 其实还在用另外一片来洗一下 洗一下非油炸的 它的应该会黄那么多了吧 你看 对这个好像搓了挺久的 没什么油 明显就是包住油炸薯片的吸油脂 吸出来的油更加多 而非油炸薯片几乎没有吸出油 难道这个可以证明 非油炸食品比油炸食品含油量 更加高的这个说法是错的 是不是这样特别明显 是啊 你看这个好多油 这个都没什么油 你觉得吗 虽然从你这个实验看出这个 油炸食品的油比较多 但是它们不能吃它表面 因为你用这个吸油脂 只是吸出了那个薯片表层的油 但是里面的油 你看不到 对啊 那接下来我再做另外一个 是能让你看看 你看里面的油有多少 好 那这个要怎么做 这个呢也很简单 我要准备打火器 然后我直接用打火器来烧一下 这个油炸和非油炸的食品 来看一下它们是每个燃烧得更快 所以如果有油的话 它是助燃的 所以它就会 这个火势更旺 你知道吗 就是利用这个原理 聪聪首先点燃了油炸薯片 油炸的薯片迅速燃烧起身 看来油炸过的薯片 真的含油量很高 接下来就等街坊 试一下点燃非油炸的薯片 烧不起来 它可能表面有一点点油 就像你上一个实验做的一样 而且它周围是没有那个油很沾的 相比这个而言它就 这儿的油会很多 对啊 你看 这个有好多油都在表面上 这个都是干巴巴的 所以说油炸食品的油 应该要比非油炸食品的油 还要更高 无论是吸油脂实验 还是燃烧实验 都指向了油炸食品 含油更高 这个结果出人意料 那网上的传言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好了 刚才真的很多谢谢聪聪 帮我们用了非常简单的两个方法 让我们很明显地看到 好像是油炸食品的含油量 是要比非油炸的要高 但是这个只不过是一个很简单的方法 不可以说妄下定论 我们都是要去更加专业的机构 用一些科学严谨的方法去检查出 到底哪一种的食物 多中的含油量是比较高的 那接下来就交给我了 从吸油脂和燃烧这两个实验来看 好像非油炸的薯片都没有多少油 为了运出答案 调查愈好 快就赶到下一个地方 希望可以得到更专业的检测结果 到底非油炸食品 是不是真的比油炸食品的含油量更高 这个到底是什么 其实这些都叫氢化的油 油炸食品还含有像钢 那有没有自来物质呢 要经过检测才能知道 到底非油炸食品 是不是真的比油炸食品的含油量更高 为了搞清楚这个问题 我们现在就来到了专业的检测机构 找老师帮我们做个实验 麦老师你好 今天要麻烦你帮我们做个实验 我们就想知道非油炸食品和油炸食品 当中的含油量是多少 这个非油炸食品当中的含油量 是否真的比油炸食品要高 那我们这个实验要怎么做 首先要将薯片的样品粉碎 然后秤出100克的薯片样品放入消化馆里面 加入炎酸放入电热恒温水浴窝里面加热 在加入有机溶剂提出油量 最后再放入电热恒温股方干燥箱 蒸走有机溶剂 就可以得到我们所需要的油量数据了 到底结果是怎样的呢 马上和大家揭条了 老师我们的非油炸食品的油有多少 和油炸食品又有多少 是不是真的非油炸的 它的油会比油炸的越转越多呢 看看结果 这个非油炸食品 测出来的含油量是24.9克每100克 这个油炸食品 测出来的含油量是16克每100克 通过结果来看的话 真是油炸的反而 比非油炸的油要少 好 检查见过证实了 调查员送来的两种薯片含油量相对不多 油炸薯片含油量达到每100克16克 而非油炸薯片的含油量 居然达到每100克24.9克 结果是非油炸薯片含油量更高 那么非油炸的薯片 为什么会有这么高的含油量 很多消费者可能都有个误区 以为非油炸的食品里面 是没有油或者很少油的 其实不对 其实我们非油炸的食品里面 它的油脂含量也是特别高 只是说它的烹调方式是采用了烘焙的 而不是采取油炸的这种方式 为了调查清楚 非油炸食品为什么会含有高油脂 调查员致电某薯片品牌 你好 你好 我们这边是广东公共频道 生活调查团栏目的 然后我们这一期节目呢 做的是非油炸食品跟油炸食品 我们就想跟你们了解一下 关于这两个食品有什么区别呢 这个 这个的区别主要是在制作方法上面 一个是通过油炸 一个是通过烘焙的 那是不是就是说 非油炸的它就没有油呢 这个也不能这样说 因为我们所有的品牌的 生产的一些非油炸薯片的话 都一定要浇用植物油的 它不浇用油的话 它是做不出口感那些方面的 那它主要的区别 还是在制作方法上面 那一个油炸薯片 那薯片就是通过油炸的 非油炸的是通过虹气的 通过采访厂监我们了解到 薯片在制作过程当中 是先将马铃薯粉和配料搅拌成故状 纷纷并且压制成薯片的形状 然后再作选择油炸或者烘焙 油炸薯片就是使用油炸的生产工艺 制作而成的 而非油炸薯片就是将马铃薯糊 放在烤箱里面陪烤 再喷淋食用油烘干 用来保持口感酥脆 所以非油炸就是说在制作过程当中 不采用油炸的生产工艺 而并非代表不含油 一轮的专家采访和实验得知 原来非油炸薯片的含油量 的而且确要比油炸薯片的含油量要高 除了薯片之外 一些非油炸的食品的含油量 是不是都会比油炸食品的含油量要高呢 我们现在就带着了其他的一些食品的样品 来到了专业的检测机构 一起来看一下这些样品当中的含油量 到底会是怎样的情况 我们从招市随机购买了非油炸和油炸的方便面 和氄化类的食品作为样品 实验结果又是什么 专家依然将方便面的样品做粉碎处理 然后就秤出100克的方便面样品放入溶器 加入盐酸放入电热恒温水浴窩里面加热 在加入有机溶剂提取油量 最后再放入电热恒温股芳干醋箱蒸走有机溶剂 就可以得到我们所需要的油量数据 成结果表明 油炸方面面含油量达到每100克17.2克 而非油炸方面面含油量达到每100克13.6克 油炸方面面含油量更高 油炸氰化类食品含油量达到每100克26克 而非油炸氰化类食品的含油量达到每100克28克 非油炸氰化食品含油量更高 在我们国家就是在2013年的12月底 已经我们的食药局就出来了一个营养标签的条例 已经明确的规定所有的食品 它的营养成分都要做成营养标签 那我们消费者在买东西的时候 那从这个营养标签的营养成分表里边就可以明确的看得到 那这一个食物里边每100克或者每100毫升或者每一份里边 它的脂肪含量有多少 比如说那这一份食物它是属于非油炸的 但是它里边的脂肪含量是不低的 那这里营养成分表里边已经明确的表示了 每100克里边有12.8克的脂肪 那调味包有可能更高 调查人再次来到超市 仔细地对比非油炸和油炸食品的含油量的情况 结果发现市面上的两种食品含油量都差不多 甚至非油炸食品普遍含油量都高于油炸食品 当我们反复的调查验证 我们知道了这个非油炸食品当中的含油量 就要比油炸食品还要高过 这个说法是真的 所以电视机前面的你就要特别注意一下 而且在这里也都要提醒我们的街坊朋友 这个非油炸食品 只不过它的制作工艺不是油炸 就并不是说当中不含油的 所以说这个非油炸食品 都只不过是商家的噱头和卖点 并没有你们想像当中的那么健康 非油炸和油炸食品含油量都不低 那这些脂肪对人体健康有什么怀存呢 专监继续为我们讲解 不论是非油炸的还是油炸里边的油脂 其实现在对我们人的健康的负面的作用 是已经我们的流行病学调查是已经确证了的 那这里边的油脂 我们在看它的配料表的时候会发现 它很多都是属于精炼的植物油 起疏油 还有包括我们的人造奶油等等 其实这些都叫氢化的油 氢化油 在2010年氢化油的发明被欧洲母杂志评选为 人类食物历史上十大灾难时刻之首 而这个氢化油对人体健康有什么怀存呢 专监继续为我们解答 其实这里边相对来讲它的反式脂肪酸含量是比较高的 那反式脂肪酸对我们的肥胖啊 对我们的心脑血管呢 其实都是已经是很确证的 都有很明确的负面的作用 比如说它可以升高我们体内的坏的胆固醇 也就是LDL 它可以降低我们体内的好的胆固醇 也就是HDL 反食脂肪酸 如果试入两天有没有明确规定 专监继续为我们解答 好 这个对于反式脂肪酸的 甚至包括饱和脂肪酸的摄入的量 都是有明确规定的 特别是对于反式脂肪酸 那我们国家卫生部已经明确规定了 我们每一天的反式脂肪酸的摄入量 是不能超过2.2克的 好 另外有权威研究发现 如果女性每日涉入四克反式脂肪酸 发生的机率就会增加七成 而四克的反脂肪酸 只需要一包薯片就足以提供了 反反通通通通过我们的实验和专家的解释 我们知道了 非油炸食品当中的含油量 的确是比油炸食品的含油量要高过 而且当中的这些油脂 对我们健康都是没什么好处的 我听说过 就是那个油炸食品当中含有致癌物质 致癌物真假的 真假的 网上还有相关的报道 就是说这个油炸食品当中含有很危害我们身体的一种致癌物质 原来网上流传着一篇名为 油炸食品当中潜在致癌物的文章 文中提到 油炸食品当中含有一种秉弃鲜安的致癌物 究竟是不是真的 我们还是通过实验说话 好 我们现在就来到了广东省微生物分析检测中心 而且我身边的这位老师就是今次辅助实验的老师梁公 梁公你好 我想问一下像我手上所拿着的这些食品当中会不会有些致癌的物质呢 到底它有没有致癌物质呢 要经过检测才能知道 好吧 将压着洋品进行粉水处理 再同样剩出100克的洋品放入溶屏 再加入超纯水放入混合器上面进行混合处理 然后将混合洋品进行过滤得到洋品的液体 最后上机进行化验得到洋品液体的致癌物质数据 好了 现在实验就做完了 而数据也都拿在梁公的手上 到底结果会是怎样的呢 马上来问一问 梁公我们的结构是怎样的呢 刚才测出来它含有等级线是680微克每千克 所以就是真的是含有灾害物质的了 而且量是不少的 对 看来这个油炸食品当中是真的有专业物质的 那么这个非油炸食品又会怎么样呢 那接下来还是把这个非油炸的食品交给梁公 再帮我们做一个详细的检测吧 好的 好 谢谢 或者谈查清楚 专家又为我们检查到非油炸薯片 方便面 结果令人出乎意料 非油炸薯片当中的饼气鲜氨含量是每千克536UG 而非油炸方面面当中的饼气鲜氨含量是每千克53UG 这些非油炸食品都是含有致癌物的饼气鲜氨 而且含量和同类的油炸食品都差不多 甚至更高 那食品当中 为什么会有致癌物丙气鲜氨的呢 饼气鲜氨它是我们在一些高温油炸食物里边 我们经常说高温油炸有致癌嘛 有致癌物嘛 那这是一个最主要的一个致癌的一个成分 它是我们的定粉类的食物在高温的时候所形成的一个物质 比如说什么叫定粉类的食物比如说我们的炸薯片啊 还有包括我们的一些比如说炸油条啊等等这一些 它是在高温下面产生的这样的一个物质 一般的可能会认为说油炸它的温度会高 所以相对产生这个物质的含量会高一些 其实也不是也不完全是这样子的 我们烘焙的也就是非油炸那一类的食物 如果烘焙的温度比较高的话 那它也会产生一定量的兵气鲜氨 原来是这样 所以有些非油炸食品的饼气鲜氨含量比油炸食品更高 那这个饼气鲜氨究竟有些什么危险呢 我们通过食物摄入进去之后 那进入到我们的人体绝大部分 也就是说90%会被我们的人体吸收的 它吸收了以后它可以跟我们的基因 也就是说我们的遗传物质 我们常说的DNA上面的饼飘零结合 形成一个结合体 那这样子的话 那它就会影响 导致我们的DNA的复制会出现问题 也就是说会导致我们的基因突变 那本身我们癌症有一个学说 其实就是一个基因突变的一个学说 那这样子它就会导致我们的癌变了 那我们平时对于这些 就是对于饼气鲜氨的摄取 那一般情况下 那我们是每个人每公斤的体重 摄入是不超过四微克 是四微克 世界卫生组织规定 每日每日每公斤涉入的饼气鲜氨 不可以超过四微克 也就是说一个五十公斤的人 每日不可以超过二百微克 如果一个人一日吃了三包薯片 那饼气鲜氨 摄入量就超越了 松松这次给你说对了 这个油炸食品当中的确是含有致癌物质 而且这个非油炸食品当中 亦都是含有饼气鲜氨这种致癌物质 所以说大家以后都是小食为义 如果真的想过一下口印的话 你买的时候都不要单单看它上面 标有些无糖或者非油炸去买 都要看下当中的营养成分配比表 但是那句小食为义 市民在选择食品的时候 可以根据营养成分表来做选择 而三高人群就要更加紧慎地选择 高血压人群应该选择 纳含量低的食品 高血脂人群应该选择脂肪低的食品 而糖尿病患者就应该控制 碳水化合物的涉入 利用营养成分表来选择适合自己的食品 对自己的健康是一件非常有利的事 另外如果食品包装上没有营养成分表 那就千万不要 好 经过我们的几番调查之后 我们可以知道 这个非油炸食品 就并非不含油 甚至乎里面的含油量 分分钟还会多过一些油炸食品 所以大家都是小食为妙 而且这一类食品当中 还会潜在着致癌的物质 所以都是吃点纯天然 无添加的天然食品 今天的节目时间到这里都差不多了 如果电视机前的你想了解更多 关于生活的方方面面 不妨在星期一至星期五 晚上的八点半关注公共频道 生活调查团 下期和一时间再见 拜拜